我这里呢包身部分已经完成了 击排了 现在要织这个包身中间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位置 这里 因为咱们要让它有一个弧度嘛 所以说这一圈就是中间 这个方格 咱们就只制一半 我现在来演示一下 这一半的勾制方法 这里的话呢 咱们同样的还是调起来 十针 这里我已经引拔过来一针了 第一针 继续去调 二 三 四 七 八 好 九 九针完了以后 依旧还是借 这一个格子的第一针 十 然后咱们勾针绕线 依旧还是同样的方法啊 退过去 退 绕线退两个线圈 绕线退两个线圈 好 这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咱们最后三个线圈的时候勾针绕线 同时退出的三个线圈 同时退出的三个线圈 这样子 第一排就完成了 第一排完成了以后咱们开始勾下一排 下一排的话呢 咱们是前两个啊 前两个这个树杠不挑 从第三个 树杠挑进去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然后再到这个 嗯 针目里面借一针 九 绕线 退两个线圈 绕线 退两个线圈 到最后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呢 咱们一次性剩余三个线圈 一次性退过三个线圈 依旧还是第一个树杠 第二个树杠 在第三个树杠开始去挑 三针 四 五 六 七 好 接一针 八 再接着来退 退到最后 依旧还是 好 三针同时带过 在第三针里面去挑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这样去收 这样子收出来的啊 就是一个三角形了 接着来 四 五 好 这里已经几排了 那你看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排的时候呢 咱们就是 嗯 借了一针以后 刚好就是剩余三个针目 就直接一次性带过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呃 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咱们 呃 这个 钩针 穿入到 这一排格子的第一针位置 勾出来 做一下引拔 好了 这样子一个三角形的 这个格子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咱们接着继续勾 正方形的格子啊 该挑针 挑针 该借针 借针 这正方形的格子 咱们勾到对面的这个三角形 对应的位置的时候 这里依旧还是勾一个三角形的格子 然后咱们这个包身这一圈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包的侧面啊 这一排完成了以后 侧面这里 对应的 先对折一下 你找到对应的侧面的这里的两个 呃 正方形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去勾两个方格 我这里的话已经完成了 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咱们看一下这个 呃 勾好的这个成品的包包 第一 这一圈的话 一个三角形格子完成以后的这一圈 然后侧面 从这里 两个格子 然后呢 两个格子勾完了以后 你断线啊 然后再勾这边的两个格子 然后这这个两个格子中间是一个格子 这两个格子中间是一个格子 全部勾完以后 这个包包主体就完成了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 这个包口 还有包带的勾置方法 我这里呢 这个包的包身部分 已经完成了 咱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勾这个包的包口的边 咱们看一下 这两个包的话 起真数 还有勾的杭数 各自 呃 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手的松紧度不同 勾出来的大小 是有一点差别的 然后 呃 大家勾的时候 尽量的话 去勾的松一些 不要勾太紧 太紧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柔软 现在咱们来学习这个包口 咱们包口起针的话呢 从侧边 这个脚这里 去起针 起针 因为咱们要勾包带 勾包带的话 咱们起针 先从这里 错开几针啊 我包带勾的是9针 咱们错开 1 2 3 4 从这里开始 这样子 这样子 1 2 3 4 5 6 7 8 9 大概就是平行的 这一个位置 两边就 差不多相等 9针应该是到这里 好 然后咱们 找到大概的位置 拿出来 你包口 需要用到的线的颜色 咱们勾进去啊 勾针绕线 勾出来 勾出来了以后呢 咱们勾针绕线 再勾出来 这里是 嗯 起立了一针 不算就是一针 咱们继续在这个 针目里面 挑起来两根线 好 勾出来 绕线 推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短针的勾法 勾的同时呢 咱们把这个 线头隐藏进去 勾针再穿进去 勾出来 绕线 推两个线圈 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这样子去勾 现在咱们勾到了 格子的这个 最后一针这里了 勾针穿进去 勾出来 好 先不要给它完成啊 这里是一个 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勾针穿入到 刚才下一个格子 下一个格子的第一针 好 再勾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咱们勾针上 是有三个线圈的 勾针绕线 同时退出来的三个线圈 这样子就 两针给它并成了一针 因为咱们要收包口嘛 每次都在这个 两个格子 相连接的地方 两针去给它并一针 瞧起来一个 这个格子的最后一针 和这个格子的第一针 它们两针去编一针 其余的地方呢 就一个针目勾一针 短针 这样去完成一圈 后面的话 大家去自行完成 我们这里勾到了 最后一针了以后呢 和第一针 这个位置 勾针穿进去 勾出来 好 做一下引拔 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样子的话 第一圈就完成了 咱们如果说 想要宽一点的包 包口的话呢 可以再勾一圈 下一圈的话 就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先起立一个变的针 然后 对应的 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勾一圈 然后 咱们再来学习 包带的勾子方法 我们这里 最后一针 这一圈啊 我们这里第二圈 最后一针 勾完了以后呢 和第一针位置 去做引拔 这里横杠的位置 是引拔针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起立针 咱们第一针的位置 在这里 如果说有记不清楚的 小伙伴 咱们 刚开始第一针的时候 就去做一下标记 好 引拔针完成了以后 现在咱们开始勾包带 包带的话呢 咱们就是找到最中间的 这一针啊 然后往左边移 一二三四 我这里的话 一共是九针嘛 九针的话 咱们再往前面引拔一针 好 第一针位置就在这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这样子勾出来以后 就两边的位置 差不多相对称了 大家勾的时候 大概找到对称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勾针绕线 退两个线圈 绕线 退两个线圈 和格子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好 然后咱们开始第二排 第二排 依旧还是第一个树杠不挑 从第二个树杠这里 勾进去 挑出来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八针勾完了以后 咱们格子的时候是最后一个树杠不勾的 咱们勾包带的时候最后一个树杠要给它勾上去 九 这样又刚好是九针了 继续 好 绕线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勾包带 勾包带的话 勾到自己需要的尺寸了以后呢 咱们和对面啊 和对面这里去缝合到一起 我这里包带部分已经勾到了差不多合适的长度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包带引拔啊引拔到左边来 和格子的引拔方法是相同的 好 引拔完成以后咱们留长线头 线头要稍微留的长一些 把这个线头拉出来 拿出来缝合针 然后咱们把这个 嗯 包带对应到这个位置 就是对应到它大概平均分啊 在中间的位置去缝合 缝合方法的话呢 大家随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缝合 我这个缝合的感觉稍微有一点歪了 大家缝合的时候 大家缝合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不要让它缝合的歪了 好 缝合完了以后呢 咱们这个包带要给它对折 对折以后呢 把里面啊 这两边缝合到一起 不用断线直接去缝就行 一针对一针的去缝 一针对一针的去缝 如果说想让它更加饱满一些的话呢 里面可以给它塞一些棉线啊 什么的 找一些棉条啊 这些去给它塞进去也可以 握钩的话没有塞 它们这里缝合到最后了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多绕几圈固定一下 然后把线头隐藏到这些包带里面就可以了啊 隐藏到这包带里面 好了 断线 然后调整一下 这样子呢 一个包包就完成了 大家开始编织吧